再来看非常Superband 比赛长达半年 终于在8月5号选出了冠军 麋鹿兵 他们是进入决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乐团 也是赢得最多粉丝青睐的明日之星 这三个人呢 从小家庭是世交 从小一起玩到大 深厚的友谊奠定了绝佳的默契 其中吉他手李顺利 有一段年少轻狂的日子 他在感化院中度过 却也意外的发掘了自己音乐才华 李顺利还在现场演唱了一首 在感化院里创作的歌曲 而旁边的伟奇和瑞翔 帮忙他说明当时的心情 真情流露 我们接下来一块来看这三个好朋友 小兵立大功 今天真情专访 我们很开心请到了新加坡的第一天团 也就是刚刚出炉的冠军 麋鹿兵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王卫湘 我是明路兵的鼓手 我是伟奇 我是键盘手 这家我是顺利 我是其他手 其实这个团的名字还蛮特别的 告诉我你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在此刻 在上个礼拜天 受到的恭喜声是最多最多的 就是无数人跟你们说恭喜啊 恭喜啊 是 是的 很多人 对喔 Superband从开始比赛至少现在也超过半年了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你们曾经失败过 你们不是一路都是走在这个胜利的这一边 失败的也有再降临过你们 然后你们后来是败不复活 谈谈那一次好不好 那次是怎么样被踢出去 然后后来又 站回 赢回你们的舞台 嗯 那一次我们被踢出去的时候 其实 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上个都有 一个感觉 觉得我们会被踢出去 所以在那一时刻我们都是还OK 我们都蛮准备好自己的性情 嗯 所以很开心的 所以想到了能够再翻身赛 再表演一次 也是多一次的经验 所以我也感到非常开心 恭喜进入冰 胜利进入半决赛 非常可惜的今天晚上 被淘汰出席的就是 Shelest Me 可是三个怎么会感情这么好啊 诶 你从小 嗯 从小都认识吗 所以 我们爸爸都是一起打冰棒 我们爸爸一起打冰棒 打Squash 然后我们在那边玩computer game 然后就一起玩band 一直到今天 嗯 我观察到那一天像 final大赛的时候 你们会紧张吗 我本身不会紧张 嗯 因为我已经觉得在台上表演 很多次还OK啦 都已经蛮适应 嗯 我们两个会比较有一点紧张 嗯 但是还好啦 跟第一次比赛的时候 来看一下 会觉得已经不很多了 谁护着红隆隆的节奏 快出来指手 一起到遥远的外太空 去甩一甩头 过今天却比我的方程 我要害过足 我要到所有人的梦中 跟世界牵手 耶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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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力 来呈现好的音乐 韦琪呢 嗯 我刚刚开学 你现在好像学业为重了 啊 还好啦 所以我现在还在习惯 嗯 在大学 读书 嗯 嗯 嗯 看起来就是你们服役 然后学业 然后接下来音乐创作是你们共同的理想跟目标 其实我觉得 嗯 嗯 乖乖的 我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如果 那时我没有进去感化院的话 我就不会去 想要做音乐 嗯 不会走这条路线 所以提到感化院这一段 你会很不愿意提起过去的往事吗 其实往事 往事归往事 已经过去了 至错能改 嗯 以前玩皮嘛 乱跑啊 好像你也对感化院这一段过往 写了一首歌 7 more steps to the door I can see the light once more I'm not coming back here again The four walls now lose the frame My hands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final numbers I see the shore 这首歌的歌曲 如果没错的话 就是说 嗯 过去了就已经过去了 我要把它给放下 就是要继续走生活的路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直陪伴他 支持他 因为我们都感到非常骄傲 他跌倒了又爬起来 好棒的一段友情哦 你真的很幸运 有这么好的两个朋友陪伴你 连你写的这首歌 他们都会这么的真心的帮你诠释 我们要让观众朋友感受一下第一天团的魅力哦 那可能像韦琪你就是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可以用嘴巴用口气去替代其他的乐器 然后两位另外两位就是用声音来和声 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到底魅力在哪里 选一首歌 好吧 好吧就分手吧咯 好来吧 试试看 我来啊 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不要再听我说你还爱着我 你和我的梦 一次都不同 就当做但是一次糊涂爱错 分手吧 好虽然你们唱的是分手吧 不过我希望你们三个人永远不要分手 能够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 持续地走下去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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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们